生活中難免會遇到缺錢急用狀況 面對突然的資金需求 王先生想跟銀行借錢 卻因為沒有信用記錄 也就是金融小白 只好找上代辦公司 他跟我說 他有認識銀行裡面的主管 他們都是交給銀行裡面主管去處理 然後那個代辦的機率很高 會過 做工程的王先生 為了購買器材 急需貸款三十萬 找上代辦公司 但資料都還沒送 就得先收五千一百元開辦費 沒想到最後不只信貸三十萬不成功 車貸也辦不下來 只剩手機貸三到五萬 只有原本預期了一成 應該正規公司 不管是代辦還是銀行 就是說有辦過才收 沒有辦過還要跟我說這五千一 我就覺得完全不合理 指控像是被剝兩層皮 承辦人員還易改原本信心滿滿態度 說不一定百分之百能過 王先生問他難道沒過還得收錢嗎 對方卻是言辭閃爍 說這是資料和金融處理費 就算不承辦了也是不能退 上網搜尋遇到類似狀況 不只他藝人 我們聯繫代辦總公司 截稿前沒回應 業者看準小白們急需用錢心理 一個不小心貸款都還沒拿到 就先失血一筆錢 從事木工的師傅很懂現金的好 舉凡像是建築工人 大學生 外送員 計程車司機 沒有薪資證明也沒申請過信用卡 這些人被稱為金融小白 辦卡借錢過去都被拒於門外 五十九歲的問蔣大哥 開了幾十年計程車 雖手握現金 但安身之處是靠老婆的薪資證明 才申請到貸款 過去他是金融界的邊緣人 但到了數位化時代 搖身一變成了銀行眼中小經濟 不再局限單一數據 舉凡電信繳費 電商購物 甚至幫兒女繳交學費記錄 都能成為依據 世界銀行統計 臺灣有將近一半的人 沒使用過信用卡 或消費性信用貸款 若以就業人數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人估算 目前金融小白市場 約有五百萬人 佔總人口數兩成 平臺數據串接 融入生活場景搶客群 臺灣金融小白約有五百萬人 假設每個人單純信用卡額度 平均一萬塊 每個月就有五百億龐大商機 過去也比較少跟他們打交道 甚至如何跟他們做 比較好的對話 銀行也都還在學習 積極的開發當中 那我想這背後都會是風險的一個 要觀察的一個面向 數位化時代不用一對一 銀行服務成本降低 能釋出更大優惠 對於金融小白的風險控管 也更有彈性 過去不被重視的客群 現在成為銀行得笑臉 贏人的族群 三雄虎克強聯保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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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